美国空军在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都部署了F-22A猛禽战斗机 根据美国空军的消息 美国空军埃尔森空军基地实现了52架F-35A闪电二战斗机的换装 因此美国空军在阿拉斯加已经有超过100架五代战斗机的部署 夏威夷位于太平洋 是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一道防线 因此部署了大批的军事力量 除了F-22A猛禽战斗机之外 还有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等的部署 美国仅有三套陆基宙斯盾 另外两套部署在波兰和罗马尼亚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规划 未来还会在关岛部署一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在2月14日进行了F-22A猛禽战斗机的紧急起飞 当天美国空军对于逼近夏威夷的一个不明物体进行了查证 F-22A猛禽战机在紧急起飞的时候采取了加力的方式 因此巨大的声响 引发了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基地周围居民的恐慌 根据美国空军发布的公告 当天逼近夏威夷的不明物体是一个高空气球 不过美国空军并没有摧毁不明高空气球 从美国空军出动F-22A猛禽战斗机 对于低速目标的查证来看 美军是典型的卑躬蛇影 早在2021年美军就自己吓唬过自己 当时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 大批军舰在夏威夷附近举行军演活动 美国空军出动F-22A猛禽战斗机进行了接力围观 就怕俄罗斯海军做出威胁美国的举动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大批舰艇逼近夏威夷 就是为了对于美军建立威慑 俄罗斯事便被动为主动 要在美国家门露出尖锐的獠牙 这是所谓的寇可望唯一可望的战略 2020-20278全球防务观察 阿力 俄罗斯和美国长期处于激烈交锋之中 原本只有美国在俄罗斯家门口发起挑衅 因此在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附近出现之后 美国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 也是因为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逼近过夏威夷 为此美国空军对于突然逼近的高空不明目标是相当的担心 于是就有了F-22猛禽战斗机的紧急起飞的行动 实际上如今具备远程打击美国能力的国家并不多 直接采用空中力量实施打击的是凤毛麟角 除了美国之外 仅有俄罗斯空军拥有具备全球部署和作战的战略核轰炸机 美国夏威夷距离俄罗斯本土非常遥远 其实也不是俄罗斯主要威慑的目标 通常俄罗斯可以通过北极来实现对于美国本土的威慑 包括使用战略导弹和战略核轰炸机等 在美国和俄罗斯激烈交锋的过程中 美国空军会动用战略核轰对于俄罗斯进行威慑巡航 就在2月18日 美国空军有二架B-52H战略核轰在波罗的海附近执行了战斗巡航 这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紧张的时候 美国的拱火行动 根据全球防务观察掌握的资料 美国空军在英国部署了四架B-52H战略核轰炸机 从美国空军出动F-22M勤战斗机拦截高空探测气球来看 美国是缺乏自信的 而且心里是相当的一案 总是想着其余国家来打美国的主意